欢迎收看今天的产业劲爆 我是张东旭 马上来看今天的产业动态 台积电董事长张忠谋说 中国的半导体未来仍然落后台积电5到7年甚至更多 图具董作陈泰宁表示 基层陶瓷电容缺货 直到2019年仍然无解 气体电路成长创下新高 去年占台湾的出口将近三成 全球车用IC连续第三年成两位数成长 接着关心台股 台股昨天翻阅了11000点的高点 今天有五大利多话题 包括美股大涨 苹果全球开发商大会 台北国际电脑大展 台积电和国具等重量级的股东会 再加上外资昨天在期货现货两大市场买超 基力大盘今天开盘上涨20.53点 而盘中最高来到了11,131点 预估全场成交值1600亿元 接下来请看今天的财经100秒 日美报道 日本动智公司被传决定要将电脑失业 出售给下火公司 动智估计出售金额约50亿日元 约新台币13亿7400万元 双方还在协商可能近期签约 中国大陆长期以来 全力推动太阳能内需的政策 终究因为补贴金额的缺口太大 而决定才刹车 受到消息面冲击 在陆港股挂牌的太阳能内国 全部倒地 美国电动车厂特斯拉5号 举行股东大会 有行动主义投资人 以公司策略财务体制问题 和董事会缺乏独立性为由 准备投票反对三位董事人选 并拔除执行长马斯克的董事长职位 美国亚马逊和日本Panasonic等大企业 正发展无远商店 南韩三大便利商店之一的 CEO便利店母集团BGF Retail 已将和南韩最大电信商SK电讯合作 开发无远便利店 借SK电讯的员工智慧系统Luku 以生物识别摄影机辨识服务顾科 并以智能获甲管理 新唐人亚太电视周理报道 金元代工龙头台积电召开了股东会 这是董事长张忠谋在退休前的最后一场主持 也格外引发关注 张忠谋表示 很高兴看到台积电31年来几乎奇迹性的成长 他预期台积电的奇迹并没有停止 期望未来管理团队能够带领公司继续成长 金元代工龙头台积电新主举办股东常会 董事长张忠谋亲自主持媒体股东集满会场 股东会结束之后 我就正式退休了 但是我也非常高兴 与非常地很大的信心 我深信我们的新的董事会 以及他们会选出来的新的领导阶层 内经31年的创办 张忠谋说台积电已经缔造奇迹 新院董事会将推派刘德英 魏哲嘉担任董事长与总裁 他相信台积电会续创加级 我深信他们能够很顺利的很成功的接班 所以台积电的奇迹绝对还没有停止 我们在运动会常常喊 我爱台积再创奇迹 我觉得 去年台积电在张忠谋带领下一度市值突破6兆 高端制成10奈米去年量产 7奈米第二季正式投放 5奈米技术两年后上线 台积电去年市值一度超过6兆 向纳半导体龙头 股东会上每股配发8元现金股利 创下台积电配发股利最高记录 假如我们好好的做 台积好好的做 绝对世界会 10年以后会非常需要台积 也许更需要台积 也许比现在更需要台积 张忠谋夫人林淑芬也到股东会现场陪伴 张忠谋正式裸退 不许任公司董事和任何职务 新唐人亚太电视胡宗翰沈维同 台湾新竹报道 带您看到今天的国际重要财经报纸讯息 从播社社交媒体Twitter将取代孟山都 成为标普独白指数的成分股 金融时报 新巴克创办人书资 未来宣布税修 未来有意投入公职 华尔街日报 微软同意75亿美元 买下开放联络平台 一家台湾电子厂商以连接器和线束模组起家 而早在10年前就以无线照明作为研发的目标 透过光来实现健康的光环境 包括了办公室居家照明等空间的运用 都能够看到团队的研发成果 也为台湾开创新的光环境 你要出门的时候 你可以按一个开关 把所有的室内的灯框都是把它切关 透过无线装置 操控家里的每一盏灯 有八个情境 五个回路可以选择 像是层板灯的亮度 或是单一盏灯的照明 都能随着使用者的心境调整 推广智慧建筑的台中市建筑经营协会理事长 建设公司总经理刘明宗 提倡光计划 导入智慧无线灯具装饰 增添生活美感 还能为大楼节省能源 光的东西 其实它运用的范围会越来越广 包括它会运用到所谓的管理上面去 这栋桌里面有可能 你能运用那个工去做管理 我在想不会只有三百分之七十 比如我现在用这栋桌都是一模特的 你都 你如果没有透过这些系统来用 大概你必须要有三模特 所以 所以 其实在这个步骤你就知道 那插楼插几个步骤了 就会照明系统也可以用在停车场 透过联动的方式 灯就会被唤醒 那么当人或是车定位的时候呢 灯的亮度就会自动降到 剩下百分之三十 借由自动感测调光系统 利用自动感知控制 使用人体红外线感测装置 进行照明的点灭控制 在车辆行进时 保持百分之八十的亮度 能够精准控制 是台湾连接器及线素模组起家的业者 董事长赖炳源 将多年在电子产业经验 跨领域投入智慧照明系统 并以无线照明作为品牌的研究开发 更累计超过二十项专利认证 从电源开始 包括灯具 我们都是自行来制作 所以我们在研发过程里面 我们需要把电源的这些联动的 产生的一些讯号的稳定度 我们都会有严格的来做审核 避免说因为整个智慧化产生的一个系统上的当机 或是系统上的不稳定 这个就是我们智慧照明系统 比较属于关键性的一个重点 还要经过八十伏特到两百六十伏特的电压测试 达到稳定状态才算通过 就连自家办公室也使用这套系统 赖炳员说 借由智慧节能也就是昼光调节 来根据太阳光线或附近灯具光线的强弱 自动调降靠窗灯具亮度 达到节能 最重要的是给员工舒适的办公照明 进而实现健康节能光环境的目标 我们每个钟头它会配合外界的色温环境 去调整内部的色温环境 所以我们这个是符合自然天光的一个系统 完全是符合人性的生理时钟 所以在这种环境的工作的前提之下 员工他可以很舒适的 把一天的工作很有效率的去完成 照明不再只是单一颜色 更结合亮度节能处理 无线通讯 持续控制和数据分析等整套系统 赖炳员更注重人的使用 结合人音照明 像是商业空间 居家客三厅 饭店房间 连理剧院 及大楼企业会议室等空间 运用广泛 也因此成为侨委会 工业局等单位 指定观摩的企业之一 真的可以做太多了 所以我觉得他们今天给我们看的只是一部分 再过十年五年 两年都不知道他们能做多少 很开心有这个机会 这十年来我们一直在投入智慧照明系统 整合了电源 整合灯具的这样的一个 应该是一个创造者 尤其在人才方面 因智慧无线照明别于传统照明 需要软体 硬体和韧体团队 还要与建筑设计做配合 满足克制需求 透过无线程式群组规划 省区拉讯号线等安装 三天就能做好 较传统安装缩短十倍 但都是庞大人力财力物力换来的成果 还有考验中小企业的外在因素 尽管如此 赖品源曾未放弃照明 设条路 只要是对人有帮助的 在我个人的使命里面 在公司的货力允许范围内 我已经是无怨无悔一直投入 培养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智慧工程人才 团队包括从研发设计制造 到整个安装设计 到整个的一个现场规划 这个都是一个需要时间来培养的 我想目前在人力资源上 这一块是整个市场比较欠缺的一块 在人才紧凑的情况下 赖品源也担负起培育人才的角色 率领团队 黑发新的光环境 也协助把传统灯具 改造成智慧灯具 一步一步的将新的照明方式带给更多人 带您看到明天6月6号星期三 有哪些重要的财经活动 Anovex新创特展在台北登场 日本外相访问美国 富士康举办论坛 直播平台与其media到美国股市上市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产业劲爆 我是张东旭 我们明天再见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感谢您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